企和矛盾就来了 虽然13岁的时候 嬴政已经即位 但是在未满20岁 没有行官礼之前呢 是不可以亲政治国 而这一方呢 吕不韦不断地给他灌输 这种君臣分治的理念 实际上他的这个出发点 可能还是觉得要去控制他 就像有点父亲对孩子的那种感觉 他担心啊 就是他看到这个孩子的一个激进 和他的冒险精神 那吕氏春秋里面的治国之政 你还没有透彻地理解 可是站在这面上 他还是希望这种权柄 在自己的身上再持久一点 赵基是非常信任吕不韦的是吧 所以在推迟亲政的这件事上 等于母亲也是帮了很多的忙 因为他也没有其他人可以靠 他从赵国来 他的这个旧交就是吕不韦 他只能相信他 其实他就是一个女人 并没有这种治国的能力 所以赵基认为他做这个决定 是为嬴政好的 可是对于嬴政来说 这个就是他和他母亲之间的 这个隔阂的开始 所以那个时候叫相邦主政 太后监国 没你什么事 没有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实质性的权利的 吕不韦相邦做了很多事情 他的初心也是为大秦好 相邦主政 主政的这些年当中 其实对于秦国的国力 是有很大的加强的 但是随着嬴政的年龄慢慢长大 行完加冠之礼之后 就意味着要从相邦和太后那里 把权利收回来 那就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又让我延后两年 于朝堂之上是君臣关系 私下里你对他又像孩子一样 就这个关系你也很难 剥离得非常清晰 很复杂 其实很复杂 是很复杂 我们说到吕不韦之词 他之所以唱老情人的那个歌 他渴望成为情人 他渴望被迎世宗室所承认 他渴望天下宁依 这些点倒推一统天下的这种志向和愿望 和迎正一致的 你看你揉的内核有了 根儿有了 外化于行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看到段依宏 加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我特别不理解的就是 为什么老还揉肚子 因为这是从生活中来的 我母亲就是消化系统不好 我带她去看中医 就说老太太就是消化系统不好 她就会把一件事情想得很复杂 想得很悲 就优思过度 对 优思过度 李不韦我觉得这个人 一定是要比我们常人 想得多得多得多 看似好像是很悠闲 其实在悠闲当中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在想什么 对于角色的这种较劲 包括加一些性 刚才朱朱特别提到 就是你演的这个角色 在里面生孩子 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边烤肉 这想法应该是段老师的想法 过百斤 百斤 烤肉是您的想法 我们俩一块商量的 都是帝王将相 怎么能把这些人 变得更有人情味 尤其是我们两个人这种关系 我们就希望设定一个 形式化的东西 每当这个一出现的时候 就代表他们像兄弟一样在聊天 你不管是家长里短还是军国大师 千古一帝要出生了吗 我在院子里焦急地看着那个屋里 吕不韦也在那焦急地躲着步 这个挺没意思的 我说咱俩要不烤烤肉 这好 该生孩子生孩子 因为我不知道他要生的是一个千古一帝 跟焦总一说我们制片人 那不行 我千古一帝出生你们要烤肉 其实想到了他会把这个剪掉 但是我们后边又把烤肉延续下去了 再说一场军事分析的时候 就是一边拉着肉 一边说这个是哪个城池 那我也很好奇 就是父子之间有没有设计过 类似这样的一些细节 可是有一场戏 营艺人最后死在了众目睽睽之下 原剧本说是 就靠在了嬴政的身上死了 怎么可能我在我病体不行的时候 还要出去阅兵 然后要死在众人面前 那不是一切天下大乱了 我说能不能站着 不靠着 特感人 特棒 他一扶我 我马上后边一抄起来 那根腰带就把他拎着 让他要站在这 不能倒 然后就一直这么拎着他 其实在这个时候 一人已经离开了 让两代秦王在众目睽睽之下 就这样站立着 最后回宫 但是他死了 又怎么表现出来呢 要不观众不知道我死了 鲁一那个时候就说 那这样吧 在阅兵的时候 你一直站着 我们进入城门以后 当所有的人看不到我们的时候 然后看着两个王的背影 一人倒下 然后呢 嬴政哗扑倒下去 就这口气 秦人 男儿这种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